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习近平抵达立马出席亚太靖和组织第31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对秘鲁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出席秘鲁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 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习近平同秘鲁总统以视频方式共同出席前凯港开港仪式 习近平向2024世界中文大会致贺信 丁薛祥访问阿塞拜疆 韩正出席2024世界中文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10月份国民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主要经济指标回升明显 中欧半列开行突破10万列 我国新增7个世界最佳旅游乡村 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 在秘鲁各界引发热烈反响 乙军称 袭巴嫩南部武装目标 黎巴嫩真主党称向乙军基地发射导弹 各位观众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3分钟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各位观众 这里是秘鲁共和国首都利马卡亚俄空军基地 当地时间11月14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成专机抵达立马 应秘鲁总统伯罗阿尔特邀请 将出席亚太经合组织 第31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并对秘鲁进行国事访问 时隔8年再次踏上这片土地 习近平主席此访将为亚太合作 破坏新的蓝图和愿景 也将进一步推动中币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取得更多积极成果 习近平乘专机抵达立马卡亚俄空军基地时 秘鲁部长会议主席阿德里安森等高级官员热情迎接 当地学生向习近平献花 用中文对习近平到访表示热烈欢迎 礼兵分裂红毯两侧 致敬 习近平发表机场书面讲话 向毕鲁政府和毕鲁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 习近平指出 中币友谊远远流长 友好深入人心 毕鲁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拉美国家之一 近年来 中币关系持续深入发展 双方政治互信日益巩固 重大合作项目稳步推进 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这次访问将引领中币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 推动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 取得更多新成果 我也期待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1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同各方一道 为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 促进世界经济增长 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 做出新贡献 蔡奇 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 先期抵达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中国驻碧鲁大使宋阳也到机场迎接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 华侨华人 中资机构 留学生代表和当地民众 在道路两旁家道欢迎 挥舞中币两国国旗 高举驻习近平主席访问碧鲁取得圆满成功 中碧友谊万岁等红色横幅 敲锣打鼓 舞龙舞狮 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中碧友谣 立法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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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北京赴利马途中 习近平乘坐的专机 在西班牙大家纳利岛 做技术精评 西班牙中央政府 驻加纳利自治区全权代表 和当地高级官员 赴机场迎送 各位观众 这里是秘鲁总统府前广场 当地时间11月14号下午 秘鲁总统伯罗阿尔特 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 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对秘鲁进行国事访问 去年以来 习近平主席和伯罗阿尔特总统 已经两度会晤 相信这次访问 将进一步夯实中碧政治互信 深化务实合作 促进文明互建 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初夏时节的立马 阳光明媚 鲜花盛开 在秘鲁立马队护卫下 习近平乘车抵达总统府 受到伯鲁阿尔特总统热情迎接 国鲁阿尔特在总统府前广场 为习近平举行隆重盛大欢迎仪式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 习近平在伯鲁阿尔特陪同下 检阅仪仗队 军乐团奏中立两国国歌 欢迎仪式后 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习近平指出 这是我第三次访问秘鲁 也是一年时间里第三次同总统女士会晤 许多秘鲁民众自发聚集道路两旁 挥手致意表示欢迎 让我深切感受到秘鲁人民 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意 中碧同为文明古国 古老文明的深厚积淀 赋予中碧两国智慧和胸怀 让我们能够看清历史前进方向 顺应时代发展潮流 始终坚持平等相待 互尊互信 互学互建 成为不同体量 不同制度 不同文化国家 团结合作的典范 建交53年来 特别是我2016年对秘鲁进行首次国事访问以来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中碧贸易投资合作快速增长 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双方要总结经验 推动两国务实合作 提制升级 使中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不断迈上新台阶 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指出 双方要对接发展战略 深挖合作潜力 打造务实合作新格局 加强贸易和投资 双轮驱动 推动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 两翼齐飞 促进产业链和供应链两链融通 中方愿继续扩大进口 秘鲁特色优质农产品 鼓励有实力的中国企业 赴秘鲁投资兴业 为当地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双方要统筹推进矿产能源 基础设施 交通通信等传统领域合作 拓展数字经济 人工智能 绿色航运 电动汽车 光伏产业 等新兴领域合作 中方愿鼓励中国企业 参与秘鲁基础设施建设 应联通 推动智慧海关软联通 中国企业克服困难 如期完成前凯港项目 一期工程 充分表明 中方同B方开展 长期战略合作的决心 中方愿同B方一道 充分发挥前凯港区位优势 打造以前凯港为起点的 中拉陆海新通道 探索构建从沿海到内陆 从秘鲁到拉美其他国家的 立体多元高效互联互通格局 带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 整体发展和一体化建设 中方支持苏州市同前凯市建立有成关系 愿同B方开展工业园区建设经验交流 拓展跨境服务贸易 电子商务等领域合作 发挥集群效应和联动效应 用更多务实成果 坚定中B长期友好互利合作的信心 中方也愿结合B方发展需求 就近设立鲁班工坊 中文工坊 开展职业教育合作 为B方提供本土化 人才和智力技术支撑 习近平强调 双方要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增进战略互信 坚定相互支持 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加强反腐败 打击非法捕捞等领域合作 要担起文明互建时代责任 倡导加强国际文明对话 探讨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 加强文化政策对接 深化文化艺术 教育 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交流合作 中方愿增加面向秘鲁的奖学金名额 希望两国青少年相知相亲 将中B友好世代传承下去 习近平指出 亚太国家经济深度交融 加强团结合作 维护地区稳定繁荣 符合亚太大家庭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 中B都主张多变主义 反对保护主义 中方全力支持秘鲁东道主工作 愿同各方共同努力 推动这次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取得成功 推进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 中方也愿同B方继续加强在中拉论坛框架下沟通协作 为促进中拉关系发展 做出积极贡献 波鲁阿尔特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表示 秘鲁和中国是两大文明古国 历史上大量华人为秘鲁国家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两国人民拥有深厚情义 是友好的兄弟和朋友 中国长期是秘鲁最重要贸易伙伴 特别是双方开展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以来 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充分展现了两国对于追求互利合作和共同发展的坚定承诺 习近平主席访问期间 双方签署包括自贸协定升级议定书等多项重要合作协议 将有力促进双方经贸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进一步发展 特别是前凯港开港 实现从前凯到上海 成为拉美和亚洲之间的重要桥梁和秘鲁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将有力促进秘鲁和拉美地区其他国家 以及同中国乃至亚洲之间更加高效便捷的联通和贸易 助力两国和地区国家可持续发展 必方欢迎中国企业来秘鲁投资兴业 参与基础设施 资源能源 交通等重要领域合作项目 我愿重申 必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必方愿同中方加强文明交流互建和人文交流合作 密切青年和人员往来 感谢中方为秘鲁主办这次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提供重要宝贵支持 必方坚持多边主义 期待同中方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等框架内沟通配合 为推动亚太地区实现长期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贡献 习近平主席此访 必将成为两国关系中的重要里程碑 开启毕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新篇章 使两国人民共建共享更加持久和繁荣的未来 推动构建毕中命运共同体 会谈后 两国元首共同建政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毕鲁共和国政府 关于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规划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毕鲁共和国政府 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议定书 并建政交换经贸 产业投资 工业园区 教育 绿色发展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双方发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毕鲁共和国 关于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当地时间11月14号晚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毕鲁总统伯鲁阿尔特 在利马总统府以视频方式 共同出席前开港开港仪式 习近平和伯鲁阿尔特 听取两国交通运输部门负责人 分别做情况汇报 共同观看前开港项目视频 项目现场中卑双方代表 向两国元首请示进行开港作业 两国元首下达指令宣布开港 现场响起热烈掌声 前开港口 中远碧鲁轮 新上海轮 分别开始卸妆作业 腾飞轮 鸣笛远航 无人集中箱卡车 忙碌穿行 两国元首分别致辞 习近平祝贺前开港顺利开港 对两国建设者克服疫情困难 齐心协力 保质保量 完成各项任务致以敬意 习近平指出 短短几年时间里 一座现代化的港口拔地而起 令人振奋和鼓舞 前开港不仅是深水两港 还是南美首个智慧港口和绿色港口 建成后将为秘鲁带来丰厚收益 创造大量就业机会 有力巩固秘鲁衔接陆海 连通亚洲和拉美的门户地位 两千多年前 中华民族的先辈扬帆远航 穿越惊涛骇浪 闯荡出连接东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 五百多年前 秘鲁先民印加人不畏艰险 翻越崇山峻岭 修建起纵贯安第斯山脉南北的印加古道 如今的前凯港正在成为新时代的印加古道新起点 从前凯到上海 我们正在见证的不仅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在秘鲁的生根开花 也是一条新时代亚拉陆海新通道的诞生 习近平强调 我们要共同努力 一道把前凯港建设好 管理好 运营好 不断提升运能运力 提高综合服务水平 积极探索 以通道带物流 物流带经贸 经贸带产业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 赋能包括中碧两国在内的太平洋沿岸经济体共同发展 使之真正成为秘鲁乃至广大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繁荣幸福之路 在更广阔的空间实现互利共赢 为各国人民带来更多触手可及的收获感和满足感 伯鲁阿尔特表示 前凯港开港是全体秘鲁人民银翼为豪的历史性时刻 这项壁中共建一带一路的宏伟工程 标志着秘鲁朝着打造国际航运和贸易中心的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 将助力秘鲁成为连接拉美和亚洲的重要门户 也将有力促进拉美一体化和繁荣发展 港口将开启秘鲁经济发展的新篇章 进一步提升秘鲁竞争力 为全体秘鲁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感谢中国对秘鲁的信任和支持 从前凯到上海 这条新时代的印加古道 将架设起两大文明古国交融之桥 两个友好民族友谊深化之桥 中国万岁 币中友谊万岁 前凯港位于秘鲁首都立马以北八十公里 是中碧共建一带一路重点项目 开港后 中碧间单程海运时间将缩短至二十三天 节约百分之二十以上的物流成本 每年将为秘鲁创造逾八千个直接就业机会 当晚习近平出席了伯鲁阿尔特总统举行的欢迎宴会 蔡奇 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本台消息 11月15号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2024世界中文大会致贺信 并祝贺孔子学院成立二十周年 习近平指出 语言是人类交流思想的工具 传承文明的载体 增进理解的桥梁 中文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智慧 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重要公共文化产品 支持服务国际社会 开展好中文教育 是中国作为母语国的责任 习近平强调 国际中文教育广受欢迎 彰显了开放包容的魅力 展现了互学互建的价值 体现着合作共赢的精神 凝结着中外人士共同的心血 希望世界中文大会坚持守正创新 加强联通融合 凝聚各方共识 努力搭建语言互通之桥 理解互信之桥 文明互建之桥 为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024世界中文大会 由中国教育部主办 当日在北京开幕 主题为 联通融合传承创新 来自161个国家和地区的 2000多名政府官员 校长专家学者师生代表和驻华使节等出席会议 11月12号至13号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访问阿塞拜疆 在巴库会见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 同副总理穆斯塔法耶夫举行会谈 会见阿里耶夫时 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 丁薛祥表示 今年7月 习近平主席同阿里耶夫总统在阿斯塔纳 共同宣布将中阿关系提升至战略伙伴水平 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 关系日真成熟 中方愿同阿方本着真诚互信 平等互利精神 进一步加强政治引领 深化全方位合作 推动中阿关系在新起点高水平上 持续向前发展 丁薛祥祝贺阿方成功举办 联合国气候变化八库大会 表示中方愿同阿方携手努力 共同落实好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 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发展繁荣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阿里耶夫请丁薛祥转答 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 阿里耶夫表示 阿中是真正的战略伙伴 阿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系列重大理念倡议 愿同中方积极共建一带一路 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新台阶 同中方密切协作 支持多边主义 促进国际社会公平公正 同穆斯塔法耶夫举行会谈时 丁薛祥表示 双方要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 坚定相互支持 以更多务实合作成果 丰富战略伙伴关系内涵 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深化经贸投资合作 共享发展机遇 让更多阿方优质产品 进入中国市场 支持中国企业富阿投资新业 深化能源合作 共同推动清洁能源发展 深化互联互通 确保中欧班链安全稳定畅通运行 共同建设跨离海国际运输走廊 深化人文交流 开展文化 教育 科技 旅游等领域合作 促进木林友好 民心相通 穆斯塔法耶夫表示 阿方坚定恪守 一个中国原则 相信中国人民 一定能够实现国家统一 阿方十分钦佩中国取得的 举世瞩目的伟大建设成就 愿同中方进一步对接发展战略 深化各领域合作 推动双边关系 不断取得跨越式发展 国家副主席韩正 15号在北京出席 2024世界中文大会开幕式 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韩正表示 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国际中文教育 多次勉励海外中文学习者 做促进中外人文交流和人民友好的使者 并专门为本次大会发来贺信 中文是联合国官方语言之一 也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之一 作为中文母语国 中国始终将服务支持各国 开展中文教育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 蓬勃发展的国际中文教育 为各国民众学习中文打开了重要窗口 为增进中国与各国人民友谊架起了沟通桥梁 也为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建搭建了广阔平台 韩正指出 中国提出并积极践行全球文明倡议 致力于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 中方高度重视国际中文教育和语言交流合作 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各国开展中文教育 帮助更多海外民众学习中国语言文化 了解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要强化联通协同 共建更加包容的国际中文教育 推进融合发展 共建更具韧性的国际中文教育 传承宝贵经验 共建更高质量的国际中文教育 坚持守正创新 共建更有活力的国际中文教育 希望中外机构和国际中文教育工作者 利用世界中文大会平台 充分交流 凝聚共识 为推进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 和增进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 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建 贡献智慧和力量 白俄罗斯中国友好协会主席 前副总理托济克 柬埔寨副首相兼教育青年 和体育部部长韩春纳洛等 中外代表在大会上发言 会前 韩正参观了国际中文教育 和孔子学院创新成果展 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 10月份国民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主要经济指标回升明显 10月份工业投资稳定增长 从工业来看 10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5.3% 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其中制造业升级发展态势明显 10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9.4% 明显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的增长 从投资看 1至10月份固定资产投资 同比增长3.4% 连续三个月保持在3.4%的增长水平 显示出投资增长稳定性在增强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较快 有利促进产业升级发展 市场销售和服务业明显回升 10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同比增长4.8% 增速比上月加快1.6个百分点 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6.3% 增速比上月加快1.2个百分点 连续两个月加快 其中金融业 房地产业 批发和零售业生产指数 都出现明显回升 市场信心得到提振 10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比上月 回升1.2个百分点 同时资本市场回暖 10月份护身两市股票成交量和成交额 同比增长幅度多在1.5倍左右 投资者信心在逐步恢复 10月份商品房销售面积 销售额大幅改善 房地产向着止跌回稳方向迈进 在一系列政策组合权的推动下 10月份国民经济运行 稳中有进 稳中有升 经济回升的势头得到了增强 发展的质量也在稳不提升 下阶段随着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地见效 经济运行中的积极因素和有力条件 会不断增多 将为四季度经济回升向好 提供有力的支撑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品牌 中欧班列自开行以来 保持安全 稳定畅通 运量稳步增长 今天上午 第十万列中欧班列 从重庆团结村站开出 今天上午10点20分 行8083次中欧班列 从重庆团结村开出 前往德国杜一斯堡 至此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 突破10万列 发送货物超1100万标箱 货值超4200亿美元 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 取得新成效 中欧班列开行万列 所许时间有开行支出的90个月 所长为现在的6个月 今年3月以来 已连续8个月 单月开行数量超过1600列 中欧班列今年已开行超1.7万列 同比增长11% 跨离海中欧班列常态化开行 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 从西安 成都 扩容到重庆 武汉 广州 义乌等地 成为境外客商 运输新能源汽车等高端产品的首选 越跑越快的中欧班列 在沿线催生许多新的物流 商贸 产业园区 为当地提供大量就业机会 在德国杜一斯堡港 中欧班列吸引的物流企业已超过100家 引下中欧班列往返于多一斯堡 于20多个中国城市之间 多一斯堡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城市 我们为此感到自豪 也希望这一发展态势持续 目前中欧班列已通达欧洲25个国家 227个城市 连接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 服务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 在哥伦比亚举办的联合国旅游组织 执行委员会第122次会议上 公布了2024年最佳旅游乡村名单 我国有7个乡村入选 是入选数量最多的国家 中国新增入选的7个 世界最佳旅游乡村分别是 坐落于世界文化遗产 哈尼梯田核心区的云南阿者科村 以闽南文化 土楼文化 客家文化为特征的福建观阳村 精准扶贫理念首畅地 被誉为观察中国式现代化 乡村发展窗口的湖南十八栋村 位于国家级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区核心区 茶马古道重要节点的四川陶平村 中国农村改革的主要发源地之一 安徽小港村 人类非一代表名录 中国龙泉青瓷烧至记忆传承地 浙江西头村 地处亚洲最大天鹅月东栖息地的 山东燕敦角村 当地村民世代居住的海草房 以石柱墙 海草搭顶 冬暖夏凉 被称为活的中国生态建筑标本 入选的七个乡村在地域文化发展模式上 具有较强代表性 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就 和乡村旅游带动乡村振兴的生动案例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 天舟八号货运飞船 将于今天23时13分 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 目前 长征七号咬九运载火箭 已完成推进剂加注 天舟八号提升了 临舍货物装载能力 进一步提高了发射和飞控任务 实施灵活性 搭载了多项新型试验载荷 今天中午 包括新鲜果蔬 冷藏耗材包和实验物品等 在内的临舍货包 被陆续装载到天舟八号的货舱内 我们的新鲜果蔬包 从-11小时装船到发射 一直到对接以后 我们能够实现24小时内 到达天工的宝藏的一个时效性 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创新 目前 中国空间站组合体 已完成交汇对接前的状态调整工作 做好迎接天舟八号的各项准备 中央宣传部国家体育总局 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 举行第33届奥运会 中国体育代表团报告会 报告会上 黄雨婷 刘焕华 潘展乐 孙龙飞 张建伟 曹元 张雨飞 马龙 分别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 生动讲述了中国体育代表团 在巴黎奥运会上 为祖国和人民赢得荣誉的奋斗历程 深情回顾了中国体育健儿 拼搏奉献 绽放奥运的光荣时刻 他们的奋斗故事和拼搏精神 让现场听众深受鼓舞 在巴黎奥运会上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结一心 顽强拼搏 奋勇争先 不负使命 勇夺40枚金牌 27枚银牌 24枚铜牌 取得我国在境外参加夏季奥运会的 历史最好成绩 实现比赛成绩和精神文明 双丰收 为祖国和人民赢得了荣誉 极大激发了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 振奋了民族精神 凝聚了奋进力量 日前 经中共中央批准 中央纪委 国家监委 对第二十届中央委员 农业农村部原党组书记 部长唐仁健 严重违纪违法问题 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 唐仁健丧失理想信念 背弃初心使命 贯彻党中央三农工作决策部署不利 罔顾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违规收受礼品礼金 多次接受宴请和旅游安排 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 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 利用职权 为亲属经营活动提供帮助 默许身边工作人员 利用其职权谋取私利 在脱贫攻坚中搞盲目决策 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 家风不正 道德败坏 贪欲膨胀 利用职务便利 为他人在企业经营 项目承揽 职务调整等方面牟利 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唐仁健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 组织纪律 连结纪律 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 构成严重职务违法 并涉嫌受贿犯罪 且在党的十八大后 不收敛 不收手 性质严重 影响恶劣 应与严肃处理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 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 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 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 决定给予唐仁健 开除党籍处分 由国家监委 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 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 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 将其涉嫌犯罪问题 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所涉财务一并移送 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 待召开中央委员会 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财政部今天第三次续发行 2024年第六期超长期特别国债 期限为30年期 发行金额为500亿元 票面利率2.19% 至此 2024年超长期特别国债 共发行22期次 发行总额1万亿元 用于支持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 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 近日联合印发通知 明确城中村改造政策支持范围 由最初的35个超大特大城市 和城区常住人口 300万以上的大城市 进一步扩大到近300个地级 及以上城市 地级城市资金能平衡 征收补偿方案成熟的 城中村改造项目 均可纳入政策支持范围 第19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 今天在广州开幕 来自全球35个国家和地区的 近2000家企业 与国际组织参展 境内外1877家中小企业 集中展示高端装备 电子信息 新材料等领域的创新成果 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 高端访谈栏目 将播出对巴西总统 卢拉的独家专访 卢拉表示 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 二十国集团礼约峰会 并对巴西进行国事访问 认为中国的现代化经验 值得借鉴 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 央视频 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 同步上线 毕露各界人士表示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 高度肯定了两国文明交流互建 历史遥相辉映 合作互利共赢的深厚情谊 为毕中关系发展 破坏了美好蓝图 必将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14号 我特地来买《毕露人报》 这上面发表了 中国国家主席的署名文章 文章中提到的每件事都很重要 毕露和中国都是文明古国 我钦佩中国的任性 和取得的巨大成就 非常高兴看到两国 在各领域的合作 我们很荣幸 毕露人报能刊登 习主席的署名文章 文章首先谈到了 中国和毕露之间的传统友谊 早在一百多年前 华人移民就来到毕露 毕露人把中国人叫做老乡 这种隔海相望的友谊 还在不断加深 习主席还提到 一带一路项目合作 并提出打造新时代的印加古道 这都将推动两国双边关系 实现更大发展 习主席在署名文章中 总结了毕露与中国 丰硕的务实合作成果 以及未来进一步合作的前景 我们与中国签署 自由贸易协定以来 两国在贸易 以及其他领域的合作 不断增加 我认为 毕中互利合作 正处于最好时期 习主席的访问 是对毕中传统友谊 和经贸合作的高度认可 中国是毕露最大出口市场 毕露是中资企业 投资的重要目的地 我相信前开港的成功开港 将为毕露带来 巨大的发展机遇 习主席在署名文章中提到 中毕文明交相辉映 让我印象深刻 这令我们两国人民更加亲近 习主席提到的 前开港开港 意义重大 这一项目 不仅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 还将带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 整体发展和一体化建设 据黎巴嫩媒体报道 14号到15号 贝鲁特南郊东部城市巴勒贝克 遭乙军多次空袭 造成人员伤亡 贝鲁特国际机场附近的 建筑遭袭发生爆炸 以色列国防军今天称 乙军14号晚袭击了 离南部奈拜提耶的 离真主党武装精锐部队 拉德万部队的几座建筑和指挥中心 黎巴嫩真主党称 14号到15号 该武装向以色列精锐部队 戈兰尼旅行政总部所在基地 发射火箭弹 叙利亚军方14号发表声明说 去首都大马士革及郊区的一些住宅楼 当天遭以色列空袭 造成15人死亡 16人受伤 去外交部发表声明 谴责以军袭击造成大量叙利亚平民伤亡 以军当天称 在叙利亚的袭击目标 是巴勒斯坦 伊斯兰圣战组织 杰哈德的指挥中心等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俄罗斯国防部14号称 俄军在142个地区打击乌军人员和装备集结地 摧毁乌军坦克 榴弹炮等装备和电子侦察站 弹药库等设施 俄防控部队击落乌军78架无人机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当天称 在库皮扬斯克 波克罗夫斯克 库拉霍沃等方向 俄军对乌军阵地发动数十次攻击 乌军击退部分攻击 欧盟委员会14号称 将对美国原公司处以7.97亿欧元罚款 原因是该公司滥用个人社交网络服务 和在线广告市场的主导地位 违反欧盟反垄断法规 美国原公司随后发表声明称 将对欧盟委员会的决定提出上诉 受干燥天气和大风等因素影响 美国东北部地区的灵火 14号仍在肆虐 在纽约州与新泽西州交界地区 蔓延的一起煽火 过火面积已超过20平方公里 马萨诸塞州也有多起灵火正在燃烧 气象部门还对康涅狄格州部分地区 发布警告称 火势可能迅速蔓延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感谢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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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